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這一罐的這個 智山酥好像就是你做的 對 檸檬香 檸檬那個智山酥 對 智山酥 我很明顯認得出來 這裡頭本來應該有小黃瓜 紅蘿蔔 那另外這個是蘿蔔片嗎 對 它就是白蘿蔔片 那可以用那個芋蘿蔔 就是它會更纖維更細一點啦 好 這個是你做的小菜 對 那非常建議大家這個季節吃喔 所以山色的蔬菜煎便 對 然後紅蘿蔔 白蘿蔔跟那個小黃瓜 那在這個你切好之後呢 其實用一點點鹽 稍微把它抓拌一下 抓拌完之後大概一個小時 讓它出水之後 我們再用冷開水把它沖洗完 等於說那個鹽分對 就沒有了 然後把它瀝乾 那這是我之前 就是一個小時之前做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拌它 它要醃漬在裡面的那些醬料 當然這個就是荊棘差不多10顆 來 我給鏡頭看一下 這個是新鮮的荊棘 你把它去皮 去出這個果肉對不對 沒錯 那這個荊棘等於有豐富的維生素C嘛 對 然後檸檬呢 差不多是兩顆差不多30CC左右 好 對 這個大概30CC的檸檬 對 然後這個是水果醋 好 水果醋 其實也可以用一般的醋 對 感覺到一股酸液了 好酸的感覺 很酸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一點醬油好了 稍微一點點就好了 蛤 一甜點醬油就夠了 對 你幾乎只有小小的小尺喔 對 然後呢 這個是細的那個冰糖 讓它酸酸甜甜又有點鹹 好 所以是一個這個酸甜 冰糖 冰糖差不多50 也是50克左右 對 然後我們再把呢 剛才已經抓醃過的蔬菜片放下去 對 山蔬全部放下去 好 所以要讓我們的蔬菜片浸泡這個湯汁 沒錯 讓它這一個湯汁跟蔬菜片入味嘛 好 所以我們稍微抓一下 對 抓醃之後 然後你就準備一個剛剛有講那個玻璃瓶的處理嘛 或者是用 像我都是用這個勒扣勒扣 所以今天帶來有玻璃罐 那要做成罐裝也可以 然後如果要做成保鮮盒裝也可以 其實都是一樣的邏輯跟道理 對 然後它的汁一定要放進去 喔 汁一定要進去 讓它浸泡入味嘛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裝大概差不多 好 然後這樣的量呢 差不多以今天這個保鮮盒喔 對 剛好可以把它蓋嘛 那放三天就可以了 放三天就入味了是不是 放在冰箱 我就把它放在冰箱裡面三天啊 好 那放在冰箱 這個就是你事先喔 三天前醃好的嘛 沒錯 我們來吃吃看喔 這個應該會有酸甜Fu入這個蔬菜味 酸甜 然後很清爽 喔 好吃耶 對 菁姐的酸香跟檸檬的酸香不一樣 菁姐有入味 它有那個菊味 對 我現在理解你為什麼要放菁姐了 對 因為它的香味真的跟檸檬完全不一樣 真的 而且雖然其實這個酸 因為有了糖的綜合之後 其實它的酸味沒有那麼嗆比 對 而且因為它有各種不同的酸 你會覺得那個層次更好 然後雖然很多男生會覺得說 哎呦 幹嘛每次都要做成那麼酸 對 其實酸有另外一個效果 酸也是用來抑制細菌生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比如說最簡單的你用肉毒改菌來講 肉毒改菌最喜歡的PH值大概在4.1以上 所以如果我能夠讓它的酸性 就PH值降低 就讓它酸一點的話 事實上就可以抑制細菌 所以酸 除了很多人都說酸什麼 進身體裡面是鹼 中醫說酸味入肝 之外酸很重要 在這種醃漬物裡面用來抑制細菌 這個版本要選 對 就是如果說你可以單吃 然後也可以入菜 所以今天我們就 因為我已經把它醃過了 所以再加上一些青菜 然後還有一些海鮮 就變成另外一道菜了 就不用天天都吃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 單吃可以當小菜跟蜜餞吃 但是難免會吃膩 吃膩了可以讓它入料理 那你就會變換一些海鮮跟蔬菜 來拌著吃對不對 因為我本身比較喜歡吃白肉 跟海鮮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準備了蝦跟花枝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蝦子 有事先醃漬這個東西嗎 沒有 就是很簡單 它就是新鮮的 新鮮的海鮮跟花枝一起下去 我覺得這個熱愛蜜餞的女生一定吃 難怪妳喜歡吃 難怪靠吃這個維持身材 可是我第一天就有偷吃一片 發現還沒入味 對 真的不太好吃 還有那個蘿蔔的生的味道 可是後來到第三天就發現 哇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它的菜是脆脆的口感 對 就是那個蘿蔔也是脆的 然後小黃瓜也是脆的 胡蘿蔔也是脆的 所以那個膳食纖維都還吃得到 對 可是口感是酸甜的 甘酸甜的那種 那一個蜜餞感覺 而且這個江醫師 檸檬的酸味跟金桔的酸味不一樣 那金桔的營養素跟檸檬酸也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金桔本身非常豐富的維生素C 那我也知道維生素C幫助女孩子 維持血管的完整性 比較不容易碰一下的黑心劑氣 那事實上在鼓時候 你如果缺少維生素C會得到壞血症 對 會導致死亡了 那當然金桔還有另外一個特別是 它含有足量的維生素A A啊 A不是垢皮膚嗎 對 A對眼睛對皮膚都很有幫忙 對 那我們也知道缺少A嚴重的會得到夜盲 甚至眼睛會瞎掉嘛 那你即使沒有缺到那個程度 其實視力還是會受到影響 那皮膚在沒有A的情況下 皮膚就會比較乾 粗糙 那這個是女孩子的大忌對不對 所以吃這個東西對女孩子的外表事實上有幫忙 難怪我們冠你越吃越漂亮 對 真的 然後洪素青就把那一盤剩下的那幾片都吃光光了 是 我剛剛就說女生喜歡吃蜜餞的一定會喜歡吃 真的很好吃 這真的好吃 這個當蜜餞吃也沒負擔 因為蜜餞有的時候你會吃一大堆汁啊什麼啊 這個泡完有那個酸甜feel 可是你不會把它的汁液都喝光 對 好 我在炒這個海鮮的同時 我也放了一些紅椒 黃椒 然後還有很高纖維的這個芹菜進去 好 就是一起拌炒海鮮 對 那這個汁液是不是也可以拌炒到最後拌著吃 對 我是打算把這個炒完之後 直接再把我們這個醃製的山蔬 這個東西把它一起拌在一塊 它就不用再放在裡面去炒了 對 那因為這個維生素C跟這個維生素A 剛剛的這個各式各樣的營養素就可以一起吃得到 對 好 來 灌裡的這個涼拌的海鮮跟蔬菜已經炒好了 那最後還會再拌入我們的剛剛的醃製的山色蔬菜 沒錯 所以這個山色蔬菜片就比較不會吃膩 那女孩子喜歡輕食 喜歡減肥的這個料理 也相對清爽很多 我現在稍微把它醃製的 這樣拌著吃 對 然後再加一點 那它汁就會多一點層次 對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我們看你這個海鮮拌蔬菜很好吃耶 很清爽 對 很清爽 而且有很高的纖維質跟蛋白質 然後拌下去之後滋味又不一樣 對 那夏天吃起來又毫無負擔的感覺 對 因為它其實這樣拌 女生真的就是喜歡來這一味 就是這種有點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比較清爽 那它本來單吃的時候會覺得 它那個口味是比較重一點的 對 很酸很甜 可是它拌在裡面就變成一個很清爽的感覺 重點是說這樣整個來講 它的熱量的負擔是非常低的 因為你看從甜椒到芹菜到這個 甚至它主菜的蛋白質來源是花枝跟蝦子 很多人都說花枝跟蝦子都是減肥的好朋友 只你要不要過量 因為他們老實說他們熱量非常低之外 當你在減重的時候需要兩個東西 不是只有低熱量 第二個是要稍微提高蛋白質 對 因為當我們都知道 蛋白質叫做產熱效應高的食物嘛 就是它相對要把它拿來用 要先花一點點熱量本錢才能把它拿來用 所以它本錢雄厚 所以它真正得到的勁的能量 其實是不多的 所以這樣的組合清爽又低能量 而且升糖指數很低 很適合在夏天來減重 好 那剛剛喜歡這個酸甜 跟蜜餞口味的 跟這個清爽的夏天涼菜的 可以學一下冠泥的這一個 荊棘制山酥